SpaceX在发50颗星链卫星 每周可造45颗卫星 太平洋标准时间2月25日90时12分 SpaceX猎鹰9号火箭 在加利福尼亚州半灯堡太空部队基地 发射50颗星链卫星 这是该枚猎鹰9号一级助推器的第四次飞行 一二级分离后 一级助推器着陆在 《当然我依然爱你无人驾驶》舶船上 此前呆梅一级助推器 曾执行过NASA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 一次星链发射和地球观测卫星三腾额6 麦克尔佛埃克发射任务 此次发射是自2019年5月 首批60颗星链卫星上天以来 SpaceX专项组网部署的第38批星链卫星 也是今年第5批星链组网专发 去年SpaceX创下前年发射 31次猎鹰9号火箭的记录 其中17次是专门部署星链卫星组网发射 算上此前拼车捎带的星链卫星 截至目前 SpaceX已累计发射2185颗星链卫星 如果再散上2018年2月发射的两颗测试卫星 麦克塞克-R-L和麦克塞克-R-B SpaceX发射了2187颗星链卫星 SpaceX将卫星部署在小于350公里的Buget 通过电力推进器 将卫星提升到约550公里的操作高度 其日前发布声明表示 在部署了2000多颗卫星后 卫星网络的可靠性目前高于99% 声明提到 SpaceX的卫星在供应链和卫星设计方面 都具有高可靠性和冗余性 以成功实现其5年设计寿命 SpaceX每周能制造45颗卫星 并且曾在一个月内发射了240颗卫星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